石湾第一件淘气 人人都说石湾淘气下天下 但你可曾知道石湾第一件淘气是怎样出事的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石湾仍然是四面黄河的一群山丘 这里森林茂密野草重生 白天鹰飞鹤舞野兽成群 晚上松涛呼啸野狼嚎叫 那时这里只居住着一对夫妇 男的叫陈武 女的叫杨娇 他们是从部落逃婚漂流到这里来的 他们一来到这里就选择了石湾的北面安家 陈武首先把周围的野草杂树砍掉 然后伐木搭屋 杨娇在屋四周挖成壕沟 装上竹签以防野树清洗 陈武白天出外打猎 杨娇在家包野兽皮做衣 削野兽肉做饭 两口的生活虽然艰苦 但他们相亲相爱 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 十年以后 这对勤劳勇敢的夫妇 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口多了 家业也大了 他们为了防备荒年暴月 需要在家里储备一些食物 于是杨娇平日就在家里 用树枝编织成一个个圆筒形的 锣框之类的东西 在在外面涂上厚厚的篱笆 让阳光晒干后 专门用来盛处野兽皮 和烤熟的野兽肉 一天 忽然九岁的大儿子婴儿 慌慌张张地跑进屋来 脸色下得煞白 郑郑地说 妈妈 门外的树您着火了 杨娇慌忙冲出门外 看个究竟 果然是野火烧着森林 满天飞禽乱飞 遍地野兽乱窜 烈火映红了天空 杨娇大吃一惊 倒吸一口冷逼 她顾不得污吏的一切了 慌忙托儿带旅往外逃命 他们刚走出森林 就遇见飞奔而来 营救他们模子几人的陈武 一家就淒淒凉凉地走到河边 望着被烈火淹没的目不方向 想起十年来 辱苦寒心地创立的家业 已毁于一档化为乌有 不见伤心地抱头痛哭 大火烧了三日三夜 才被一场倾盆大雨浇灭 陈武他们立即奔回老家去看个究竟 这件墨屋和一切家事杂物 已经全部烧成灰烬 但是有几个从未见过的瓦钢盘模样的东西 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废墟的灰烬之中 仿佛漆灰的天空突然闪出几颗流星 杨娇惊愕地跑上去查看 不禁栏栏自语 奇怪 难道这是神仙恩赐的 当他发掘瓦钢里还有一道道树枝编织的痕迹时 才恍然大悟 于是他一边高兴地招呼陈武来查看 一边喜事事地说 哎呀 泥巴桶港沙混合 可以烧成硬钢硬盘 于是 这对劫后余生的夫妇和儿女们 高兴地捧着原始淘气 雀跃起来 这真是个不幸中的大幸啊 居然在这场大火劫难中 石湾的第一件淘气出事了 后来杨娇夫妇就根据这种原理 专心制作起日用淘气 先是自己用 随后便挑起其他部落交换食物 杨娇边生产日用淘气 边从想象中创作其他日用淘气 陈武也不去打猎了 带着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 砍柴助摇烧制淘气 传到后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repetition 本rand呢